中共的两会结束 记忆大陆维权网站六四天网 三名义工在北京被刑拘后 13号网站负责人黄奇也被带走并抄家 警方14号继续传唤黄奇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 13号下午约3点 遭11名来自北京及四川公安局的警察抄家 警察向黄奇出示传唤证 说他涉嫌寻衅滞事 因黄奇不肯在文件上签字 警方将他带走 据了解 六四天网三名义工 王晶 柳学红级行建 因为报道两会期间 北京天南门广场附近 榜民的情况和诉求 上周先后在北京被警方抓走 三人同样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 刑事拘留 六四天网是一报道中国人权事务为主的维权网站 创办人黄奇曾在2000年和2008年分别遭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名入狱多年 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也发表声明说 中共当局所做的指控毫无论据 应立即释放黄奇和三名义工 新常人记者熊斌李勇采访报道